本次影片要介紹一個國外大神推薦的 Stable Diffusion簡易動畫製作 教你如何在三分鐘內就完成一個簡單的動畫效果 在影片開始以前 我想做個簡單的聲明 Introversify頻道是我一個人在YouTube上經營的頻道 我並沒有授權任何人以任何形式 在其他平台上以他的名義來發布這些影片 如果各位在其他平台上看到本影片 请到我的Discord伺服器 或于YouTube影片留言让我知道 谢谢 本次影片所使用的方法 不需要使用任何擴充 直接在Stable Diffusion中就可以生成 這個方法是由國外YouTuber Make the Brick所推薦 不過我所介紹的流程是經過簡化和改良後的版本 會和原版本有些許出入 各位可以比較看看 再選擇適合自己的版本即可 原版影片連結 我就放在影片叙述處 在開始介紹流程以前 我需要先說明 這種動畫本身無法像Deforum那樣 製作動感十足的效果 它的功能比較像 是為靜態的圖片增添一些簡單的視覺效果 我可以想到的使用範圍 包括遊戲畫面如人物對話 或是製作音樂影片時的圖片等 為了演示不同的場景和效果 我這次準備了五張圖片 這五張圖片都是在測試MeJerny時纏出的 覺得剛好適合演示動畫效果 就拿來這影片使用了 我會在解說過程中 說明為什麼這些圖片適合拿來製作動畫 首先 執行SD70教本後 在SD的主頁上 我們確認了想要使用的模型後 打開Image to Image 類別 並選擇Inpaint 再將第一張圖片給拖曳到這裡 現在我們可以開始將想要閃動的部分 用筆刷勾勒出來 這張圖片適合的點在於 火焰本身就很適合產生這種一閃一閃的效果 在選擇閃爍的部分時 我一般是選擇火焰的外觀 因為如果將整團火都選擇起來 產出的差別就會太大了 完成圖選以後 底下的參數我們需要改的有幾個 首先Banch Count的部分我們可以選擇最少8個 這目的不是為了要選出適合的一張 稍後我們檢查結果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會把全部8張都拿來製作動畫 然後 默認的寬高是512 我們可以示意SD使用上傳圖片的寬高 不然產出來的圖像會有變形的問題 再來 我們需要改動CFG Scale 拉到一個相當高的數值 個人是覺得15或更高都還好 最後 Denoising Strength的部分 數值太高的話 差別會太大 讓動畫顯得不自然 個人建議是0.1左右就可以了 完成設定參數以後 就可以開始生成圖片了 圖片生成以後 打開UP資料夾進行檢查 我的習慣是 會順便將資料夾名稱更改 這樣其他動畫 就不會跟這個動畫混在一起了 在整理上比較方便 預覽剛剛闡述的圖像 並快速翻閱這些圖片 動畫效果就呈現出來了 接下來 就是要將圖片製作成動畫 製作GIF動畫最簡單的方法 是使用網站EasyGIF的動畫製作器 雖然Photoshop也可以製作GIF 不過因為我們沒有什麼需要微調 或更動的內容 因此我覺得不需要搞得那麼複雜 Photoshop功能雖然強大 不過製作GIF的步驟繁琐 且用戶體驗也不算特別好 在EasyGIF的網站上 我們將所有的圖片選起 然後再點擊Upload and makeGIF按鈕 系統就會開始準備工作了 當進入下一個畫面 你會看到你所上傳的所有圖片都被排列起來了 Delay數值指的是每一幀會顯示多長時間的 默認的20指的是毫秒 也就是千分之二十秒 我個人覺得Delay在10毫秒的視覺效果比較好 不過我們不需要一幀一幀的更改 這樣太耗時間了 在GIF options底下 可以直接輸入10 系統會自動將我們輸入的值 更新到所有的針上 另外一個值是loopcount 我會建議保持它為空的狀態就好 不輸入任何值的情況下 這個動畫會一直回放下去 輸入1的話就表示動畫只會播放一次 然後GIF就會靜止下來了 最後點擊Make a GIF 然後完成的動畫圖就會顯示在下面了 顯示整體效果 滿意的話 又點擊再將動畫下載即可 再來 第二張圖片是這張吉普利風格的畫作 我這次想要呈現的是雲和草流動的效果 所以圖選的線條是以橫向流線為主 並且我們也可以順便加上永昌文本 其實不加應該也可以 畢竟第一張我們都沒加 不過可以讓大家比較看看效果 確認了參數都一樣之後 我們就開始生成了 檢查生成的圖片時 我發現只有圖下的左半部有動畫 原來是我忘了圖選右半部 這時候我會選擇將這批圖片刪掉 回到SD再繼續圖圈 好了 這次的效果就好多了 一樣的作業 將圖片上傳到EasyGIF 製作成動畫即可 第三張圖 我們的重點是在眼睛上 所以只圖選眼睛 製作成GIF後 可以看到女生的眼睛閃爍的樣子 比鏡子時更負生命力 不過眼白的部分現在看起來 似乎就有點不太自然了 重來一次的話 我應該會只圖選眼珠的部分就好 這樣可能會更自然一些 第四張圖 我想製作的是星星閃爍的效果 所以可以隨意地將天空圖選 圖選好以後 使用默認的20毫秒 會覺得閃爍的幅度太大 所以我會建議 對於星星這種題材 可以試試放慢 40毫秒的效果就自然很多了 第五張圖 這張圖適合製成動畫的元素 是懸浮在空中的發光球體 讓發光的部分圖選以後 就可以開始生成了 在生成以後 我想要產出的動畫效果 顯得不規則一些 所以每一幀之間的時長 我都會進行調整 這樣的感覺 會讓燈光產生一些不確定性 出來的感覺反而比較真實 有什麼精進性 性分別人 有什麼精進性 在生成一個平洋中的 能量落空中的 要來拍攝 ? 很糟糕 你會不會適合 故意不替代表 可惡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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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本次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并追踪本频道 再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谢谢